22万放弃了比亚迪汉DMI新能源 最后提了丰田凯美瑞双情混动 开了960公里到底值不值呢 这是前天一位网友粉丝给我的留言 首先呢 有人笑就有人哭啊 这是成正比的 那么这两台车 肯定是比亚迪汉DMI要更加优秀一些 它有外部充电电源 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120公里 最少也能行驶个100公里 而双情混动的凯美瑞 它是挂蓝牌的 没有外部充电电源 这是两台车最大的差距 比亚迪汉DMI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 一个先进的ESS超级混动系统 那么实现了发电机 以电动机之间的插入器 零部件的一个高度集成 这种研发的双电控系统 可以有效的对发动机 还有这个电动机 进行这个功效控制 实现了超高的效率输出 那么两区版本的DMI 百公里加速能达到8秒 相当于一个大众2.0T高功率的发动机了 并且它这个搭载一个 消云插混专用的1.5T高效发动机 热效率达到了40.12% 采用了米勒循环技术 这个技术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加点钱还可以选择这个热奔空调 它能够兼顾汽油车和电动车 在极其寒冷的天气下启动发动机 利用废气减少电池的能耗 存电行主时 它的热奔空调系统制热呢 比原先以前的PT7电动式加热 提高了两倍到三倍的功率 而且非常的省电 而且自制效果特别好 当快速行驶时 发动机起到着一个发电的作用 与电动机切换的时候 几乎是让你察觉不到的 非常的平顺 它不像凯姆瑞 发动机进入的时候让你感觉到 所以说 DMI 汗已经达到了一个 存动的一个水平 非常优秀 那么凯姆瑞双击混动型品也能用住 但是行手质感跟汗差太多了 它用的是一个丰田的TSS双击混动 到现在发展对四代了 也是非常成熟稳定的 由一个2.5升的 阿特机身循环技术发动机 和镍形电池组成 那么核心技术 就是一个新型齿禄动力分析器 指挥的这个车子 正常起步的时候 用电驱动车子 深踩油门踏板 加速超车的时候 松轻混动一起驱动车子 当完成加速 松开脚步的油门踏板的时候 产生动能回收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跟比亚迪汉DMI相比 差太多了